好 接下来5点22分 最新的现场先为您来插播了 欢迎凯旋归来啊 这是我们东京奥运台湾 羽球项目表现成绩很亮眼 现在梦幻团队 羽球团队已经回来了 透过目前最新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省规组合 王淇琳还有李扬 他们都挂着金牌 回到我们台湾 就站在目前我们画面的正中间 好 这国际上呢 先前就是挂的就是他们 这次辛苦比赛迎来的金牌 而且他们目前呢 正在对现场的媒体比赛来拍照 其实这一回哦 他们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的亮眼 我们都知道哦 这个林扬队 让很多人都觉得 哇 我们台湾 这南双羽球的实力 真的是非常精神 也让大家觉得 哇 我们的羽球真的是非常棒 现场呢 在旁边的这个 在喊说羽球对赞 他们也在比赛一排赞 给现场做的媒体来拍照 接下来他们就会来进行这个媒体联访的时间 好 其实这一回呢 除了这个林扬佩回到台湾之外呢 带自己小带 好 夺得米丹银台的小带 也要回到台湾 好 同意一起回来的哦 而且他们在上机前就很开心了 在机场里头不断的咔咔咔咔咔 拍照底下可以看得出来 心情真的是相当好 当然啊 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好 金台入带就靠他们 当然是非常的开心 好 因为可以看到现场呢 包括了很多教练啊 团队啊 这个部员呢 一起都回到我们台湾了 这次的羽球团队呢 也让很多人惊呼我们台湾的实力 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好 现在呢 我听到王子银跟李啊 好可爱哦 起了双手合比 这个大爱听哦 其实很多网友在这回就说 他们两个默契实在太好了 是不是CP呢 干脆组成一队好了 开玩笑说要他们在一起 好 他们也互相开玩笑 而且也在直播说坎城哦 这一对呢 这样子 羽球男双的组合真的 有时候相处起来就像情侣一样哦 但有时候也会斗嘴啦 也会闹脾气 还互相爆料哦 王子银呢 爆料李扬呢 起床的时候会生气气 不过李扬也反击 可以看出来他们在斗嘴当中 其实纯纯是他们的真正的好交情 跟好默契 好 目前我们看到呢 这个戴姿宇小戴 我们在世界球后也回到台湾了哦 哦 他身上还编了一只 非常可爱的吉祥木哦 这一回你看他为我们台湾 为我们中华队赢得的是银牌 非常厉害 好 这整个呢 拼战对手的过程当中 双脚全部都是踏伤哎 不过这一回他回到台湾 穿的是长裤子啦 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直接紧张 他都有很多照片分享在他的IG 可以看出来站上奥运的殿堂 有多么不容易 背后要付出多少的薪水 虽然呢满脚都是擦伤 但是他仍然拼战到最后 这回回到台湾 脸上完全没有占容哦 都是笑意哦 虽然他戴口罩 但可以看他眼睛都是笑笑的 非常开心 因为这场战真的雨球打得很漂亮 也为我们赢得了银牌 虽然擦身金牌 但是他认为他尽力了 武汉了 拼到膝带都是伤 他真的已经发挥了运动家的精神 拼战到最后的一分一秒钟 也可以透过目前我们最新的镜头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戴跟这个 呃包括戴姿影呢 来看看呢 戴姿影的这个IG也最新PO出了这个照片哦 还有这个影视 你看看他们这回飞回来哇不是只有他们飞机这个回来哦 还有四架的幻象2000来扮飞 所以呢你看这是戴姿影最新PO出的照片跟影片在他的IG 可以看到从他的这个飞机的窗呢 往外头看清清楚楚就是幻象2000来扮飞迎接他们归来台湾 这简直是总统级的规格总统级的待遇 因为目前我们中华队已经勇夺了十面的奖牌了 尤其在羽球这个方面 不管是单打啦还是双打 不管是男生族还是女生族 都是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这一回呢 他们也这个特别就是有总统级的规格 换上2000扮飞迎接他们回到台湾 虽然呢外界对于这个换上2000扮飞 有不同的看法 但可以砍尽的是我们的选手真的辛苦了 你们真的是我们所有台湾人的骄傲 而目前最新的镜头可以看到呢 戴姿影就拿着他的心理箱 这个心理箱 好挥手跟现场上的媒体跟粉丝 在机场接机的粉丝来这个挥手 包括了很多的空姐 你看他们也赞成了一排 好拿着标语欢迎他们一起回到台湾 可以看得出来机场真的是大阵仗 不只粉丝不只团团的媒体包围 好还有呢包括了现场很多的空服员 也都化身了小粉丝冲过来想要来签名拍照了 好目前可以看到呢这个戴姿影被引导到一团的 这个包括了空服员的团体 好一起来拍照很多人现场大喊我爱你 还有人指的这个标语呢 是说你是台湾的骄傲台湾之光 好也有人指的标语是说航空公司真心相伴 还有人指标语说王子维你好帅 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所有的中华健儿 这次的表现的亮眼都是非常的开心 还有人拿的是小袋无限金牌 I love you 好这些标语全部都上阵了 大家真的觉得这次我们中华健儿表现太亮眼 也辛苦了终于回到我们台湾了 回家了好以你为荣哦 好你看通过目前最新的画面 可以看到他们又走到了这个 部幕的后面一起跟所有的空服员 化身粉丝的空服员 好还有呢空少一起来拍照留念看 大家都抓紧机会 好想要跟我们的台湾之光夺得银牌 还有金牌的厉害的中华健儿 一起留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当然呢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在台湾的 透过网路透过媒体来观战这一回 真的我们隔海看的心脏都蹦蹦跳 这一回呢他们回到台湾想必呢也真的是辛苦了 回到台湾的家 当然要接受很多粉丝的热烈欢迎啦等等 面对他们的呢可能还有媒体的联访啊 不过目前媒体呢还在引导他们来整个进行通光的一个动作 好现场很多的媒体大哥大姐们也以倒退路的方式来沿路 一路紧跟要追踪直击这一回呢小代还有呢 林扬沛他们回到台湾的整个的过程 可以看得出来现场啊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开心 好来看看呢这个王麒麟啊 跟李扬目前他们正在做电鼓梯啦 手鼓梯好来下楼当中 哎这个李扬手上好像拿了礼物啊 有粉丝给他礼物吗 还有王麒麟啊也是推着他们的行李箱 现场也想起了掌声欢呼 大家用热烈掌声鼓励他们回到台湾 好所以除了这个王麒麟跟李扬之外呢 还有他们羽球的整个团队 以及呢教练啊还有呢介护员 统统都一起回到台湾 直目前掌握的最新的消息先提供鼓梅 中华英雄超级赞 桌球黄金混霜 林日如 郑宜静 直落寺打败法国组合摘同牌 这块奥运奖牌桌球界等了21年 台湾桌球再度扬民奥运 中天新闻与你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